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要公布问题的答案咯 在推啤酒杯游戏中 啤酒杯原本静止在桌上 此时啤酒杯的外力和力等于零 当小树蛙操控机械手臂 推着啤酒杯向前 这个外力改变了啤酒杯静止的状态 使它向前做加速度运动 当物体受外力作用时 会沿着外力和力的方向产生加速度 以啤酒杯的例子来说 机械手臂将啤酒杯往右推 外力和力的方向向右 因此啤酒杯的加速度方向也会向右 小树蛙突然好奇起来 它知道有外力的存在 但怎么知道湿多少的力 会使物体产生多少的加速度呢 狐狸猫和小树蛙分享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概念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又称为运动定律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公式 F等于MA 字母代表的意思 分别是外力和力 质量与加速度 这个公式的意思是 物体所受的外力和力 等于物体的质量与加速度的成绩 F的单位为牛顿 N-N-N 以啤酒杯的例子来说 啤酒杯的质量是一公斤 产生的加速度为 每秒平方一公尺 套入F等于MA的公式 就是F等于1KG 乘以每秒平方一公尺 得出啤酒杯所受到的外力和力大小 为一牛顿 小树蛙觉得疑惑 那么物体的外力和力 质量 加速度 这三者间互相影响的关系是什么呢 从F等于MA的公式中 我们可以看出 当我们施一牛顿的力 来推一个质量为一公斤的物体时 可产生每秒平方一公尺的加速度 而施十牛顿的力 来推同一个质量为一公斤的物体时 则会产生每秒平方十公尺的加速度 因此 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 外力和力越大时 产生的加速度会越大 也就是外力和力 与加速度成正比 而当我们施十牛顿的力 推一个质量为一公斤的物体时 可产生每秒平方十公尺的加速度 同样施十牛顿的力 去推一个质量为十公斤的物体时 则会产生每秒平方一公尺的加速度 因此 在外力和力相同的情况下 物体的质量越小 产生的加速度会越大 也就是质量与加速度成反比 讲解完公式后 狐狸猫让小树蛙猜猜猜看 啤酒杯静止在桌面时 物体是否受力 如果有受力 受到的又是哪一种力呢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当质量为M的物体受到地球吸引 具有重力加速度G 所以物体所受的重力W等于MG 以啤酒杯的例子来说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物体在地表附近的重力加速度是每秒平方9.8公尺 也知道啤酒杯的质量是EKG 带入公式后 所受的重力W等于EKG乘以每秒平方9.8公尺 得出啤酒杯所受的重力为9.8牛顿 但因桌面同时提供一个9.8牛顿向上的支撑力 所以啤酒杯可以在桌面上维持静止 小树蛙很好奇 9.8牛顿的力是多大呢? 狐狸猫提醒小树蛙 我们曾经学过一公斤的物体 在地表附近所受的重力大小约为一公斤重 也就是说9.8牛顿大约等于一公斤重 解释完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后 狐狸猫请小树蛙想想看 在日常生活中 有没有和这个定律有关系的例子呢? 荧幕前的你 能帮小树蛙解答这个问题吗? 小树蛙想了好久没有想法 狐狸猫忍不住了 直接讲出它想到的例子 汽车的安全气囊 就是运用这个原理来做设计的 由F等于MA公式来看 对同一个物体时 当加速度越小 物体承受的外力也越小 那加速度应该怎么变小呢? 当物体速度变化量相同时 所经历的时间越长 则产生的加速度就越小 在发生撞击时 汽车的安全气囊会充满空气 挡在人与方向盘之间 延长人撞击到方向盘所花的时间 借此减少人撞到方向盘的冲击力 小树蛙经过狐狸猫的详细说明 已经学会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概念 它决定做一份重点整理 来帮助自己记忆 当外力、合力不为零时 代表物体有加速度 物体运动速度会改变 物体受外力作用时 会沿着外力、合力的方向产生加速度 当质量相同时 外力、合力与加速度成正比 当外力、合力相同时 质量与加速度成反比 力的单位为牛顿 最后 小树蛙邀请荧幕前的你 和它一起来脑力激荡 试着想想看 当一个五公斤的物体 静置于桌面上时 在水平方向上 需要花费多少牛顿的力 才能推动物体 让物体产生 每秒平方两公尺的加速度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